一年又一年 从来不敢想今天 汗水半血水 直到今天有泪水 告别军旅 存下一颗恒爱的冰箱 写下乳装 带走一个铁打的军魂 老兵退伍特别节目 军营右下 驼铃声 二人一七纪 军事纪实 热诚奉献 本期播出 第六集 一 二 三 三 开始 此时距离退伍还有最后几天 战士王三伟的生活规律而平静地进行着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 原本是训练尖子的王三伟 做起吹噬员了 竟然有模有样 不一会儿的功夫 四大盘诱人的好菜就摆上了饭桌 这些天王三伟还要做一件事 就是去市里的医院再复查一下腿伤 以便于退伍返乡之后能够更安心地找工作 伤情好了很多 这让王三伟宽心了不少 但一想到要离开这座军营了 他的心里还是有太多的牵挂 和其他退伍老兵不一样 王三伟的哥哥们也都在这里 我是王大伟 我是王二伟 我是王三伟 来来来 开会了 开会了 咱们都走了 我是大哥 我王宁 他们是我的三胞胎兄弟 来来来 开会了 开会了 是一支多次担负违和 以及抢险救赞任务的中原敬礼 一同在这里当兵的王宁 大伟 二伟 以及三伟 是异母同胞的四个兄弟 来自江苏徐州的一个普通家庭 贵子 干点 大哥王宁比三胞胎弟弟们大一岁 像四兄弟中的指导员 最老成 也最操心 而年龄最小的三位最有想法 五年前 四个兄弟一起入伍 又同时被分配到训练最苦的周桥连 五年间 从驾桥修路的施工现场 到异国为和的战场 他们一路从稚嫩懵懂的少年 成长为铁骨铮铮的军人 然而今年 年龄最小的三位 就要退伍回家了 最操心的应该还是三位吧 当兵这么长时间没有照顾好他 然后心里有点愧疚 小弟三位是最让哥哥们操心的 原本各项能力都很突出的三位 在一次训练中 半月板撕裂 无法继续参加训练 为了不拖累部队 三位决定退伍回家 兄弟同心 三胞胎之间的感情 原本就甚于常人 军旅生涯中一起摸爬滚打的锤炼 又沉淀出浓浓的战友情 伴随着小弟的退伍 四兄弟也即将分隔两地 原本腼腆不善于表达的三个哥哥 准备在弟弟离开部队前 送他一个特殊的礼物 三兄弟想到的第一个方案 是给三位做一个反映 他们军旅生涯的小饰品 这个你会不会啊 这个跟我学的那些不一样 不一样 你不爱学的那种 那不一样的我也没办法啊 我也想会啊 你在准备写什么字啊 写完你不就知道了 没成想 第一个方案就出师不力 三兄弟马上启动了第二套方案 大哥王宁用书法给三维写一符 临别赠言 主意是个好主意 可是大哥这刚一落笔 就受到了弟弟们的遗争攻击 大的大的小的小胖的胖的瘦的瘦的 组个团 这叫错落有症你知道吗 你算了吧 你这不行 这不中 这玩具还不错嘛 两个方案试验下来 发现三兄弟实在没什么艺术细胞 然而为了能达到惊喜的效果 他们决定准备一个他们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退伍晚会上 给弟弟唱首歌 太多太多不容易 磨平了岁月和脾气 时间转眼就过去 这最后不散的演习 只因为 水流平 水流平 你再给小弟弟行吗 来来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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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的兄弟 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太多太多不容易 磨平了岁月和脾气 时间转眼就过去 这身后不散的演习 你刚才下来了 你不行了 你再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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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么多年的兄弟 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太多太多的不容易 磨平了岁月和脾气 时间转眼就过去 这身后不散的演习 忘记了 还是我们几个 五音不全 唱歌总是跑调 一二三 三 更让人着急的是 此时距离退伍晚会开始 仅仅剩下最后的三天时间 五音不全的三兄弟 真的能做到吗 虽然我们几个五音不全 但是我们决定为我弟 破一次力 几个人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链子 跟人家好好学学 然后自己也决定豁出去了 我们几个 就是想给我小弟写首歌 他打算今天退我回家 但是我们找到一首歌 就是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们想把它改变一下 改成我们都一样 完成惊喜的第一步 他们偷偷找来了连里的文艺骨干 帮忙重新写一份歌词 这首歌是经过他们精挑细选的 改成我们都一样 三兄弟认为 一样的不仅仅是三胞胎的面容 更是一起当兵扛枪的历史 利用这首歌 往里面填词 把我们对兄弟的思念也好 包括是对他回家的一些 一些期盼也好 包括体验中我们的战友情 我们的兄弟爱 把这些融入到歌词里面 我们把这首歌改一下歌词 一脉同期的兄弟 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一脉同期 后面这一句刚好 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对吧 刚好接上了 一脉同期的兄弟 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刚好能接上了 对对对 这个还可以 你们都有过什么大厂的经历没有 有啊 多这 再来说一句 我们去苏丹维河 苏丹维河 对 也读民时报啊 看文 正在这体验的歌词里面 此时俱乐部里的几个人 为怎么改歌词 讨论的热火朝天 而篮球场上却很冷清 三位对哥哥们 这一雄伟计划 一无所知 三位的梦想 是成为一个特种兵 受伤让他与自己的梦想 永远是之交臂 如今退伍的日子越来越近 失落 遗憾 不舍的情绪 让三位此刻的心情 就如现在的天气 低到了零点以下 我以前 什么工作都可以干的时候吧 也喜欢去干 也爱去干 领导也会经常表扬你一下 自从受伤了之后 有些工作干不了的时候 自己就开始 会把自己的心都锁起来 没有那种 奔跑的感觉了 我奔跑 我说的奔跑不是单单的想跑步 我说的奔跑是在 也就是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 比较有血腥的 离开哥哥们的庇护 离开战友们的陪伴 今后的路 就要三位自己走了 一年又一年 从来不敢想今天 汗水半血水 直到今天 有泪水 告别军旅 存下一颗恒爱的冰鞋 卸下武装 带走一个 铁打的军魂 老兵退伍特别节目 军营右下 驼铃声 2017纪 军事纪时 热诚奉献 正在播出 第六集 时间转眼就过去 岁月带走知其痕迹 男子汉 本就属于 热血军营 江炮响 沙场 团棍着 距离欢送退伍老兵的晚会 还有一天 为了不让弟弟 发现他们的秘密计划 三兄弟 争趁小弟出去的空档 开足玛丽的练歌呢 明天后 这个梦 卷脱心底 二 三 四 我们都一样 唱 青春献给我的 绿色军营 孩子 他让我拥有 孩子 三皇和勇气 我能唱出来的 跟不上调 那你的意思 这两个必须舍弃一个 跟上调的就唱不出来 唱出来就跟不上调 是不是要舍弃一个 你清唱一遍 我清唱还像那么回事 这只爱有音乐 反正就是不知道 从哪开始 然后要不就是慢一拍 要不就是抢拍 反正就是 就是不跟这拍子走 枪炮响 沙场 翻滚着前进 沙场的场 这拍子没发够 再来 枪炮响 沙场 二 翻滚着前进 预备 唱 枪炮响 沙场 二 翻滚着前进 抢了 我还没二来 第二拍我要给你喊不来 那个效果都跟不上 一点都跟不上 你三个人 唱出来三种感觉 唱出来三个节奏 那你没有和尚的意义了 那还和尚干嘛 三兄弟练了半天 依然没有一个人 能够跟得上节奏 唱得准调 这让教他们唱歌的新班长 都为他们捏把汗 在这时候 每一分每一秒 都变得非常珍贵 其他的节目 也在紧张地排练着 所有努力 都期待着晚会上 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向老兵们致敬 距离退伍演出 还有不到三个小时 三兄弟还在 为给小弟的惊喜 做最后的冲刺 我们都一样 都一样 请只献给我的绿色军离 他让我拥有 担忐和勇气 我们都一样 都一样 外面不舍之音 一向一去 我们都希望 梦想常伴着你 能按照这个唱就很好 这边基本上没人看 突击练习终于有了效果 王宁兄弟三个 现在最期待的 就是小弟三位 在看到他们演出之后的反应 因为我在他面前 从来都没有唱过歌 应该会比较惊讶吧 重点不是 不是歌唱得好不好 重点在我们心意在一块 我感觉只要 我能表达出 能表达出对他感情 能让他感觉到 我们是为他精心准备了 然后给他留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感觉这就足够了 这时 王三位对哥哥们 即将演出的情况 依然一无所知 他刚刚接到通知 要求所有的退伍老兵 穿长服到礼堂集合 对于即将离队的 王三位来说 这是他少有的 穿长服的机会 就像第一次 穿起这身衣服一样 三位穿得小心翼翼 指尖所拂过的 不仅是军人的标志 也是五年来 难以割舍的光荣岁月 随着战士们陆续向礼堂进军 欢送退伍老兵的晚会 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感觉怎么样现在 紧张 看不出来啊 没看我手看得出来了 准备好了呗 没有 反正上台看吧 现在是比较紧张 到台上再看吧 反正刚才彩排的时候 也比较紧张 还跑掉了 找着掉吧 刚才没找到 所以一会儿不见也够香了 最近的各位领导 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晚上好 时光景度悄然是 又到今朝西田时 今天我们换去一堂 为了达到最惊喜的效果 三兄弟特意被安排在了最后一个上场 二张 音乐 还有 音乐 一脈痛起的兄弟 修水比我更了解你 幻想笑语在爱情 各自有各自的脾气 时间转眼就过去 岁月带走志气痕迹 男子哈本就属于哲学记忆 三兄弟一开口还是跑调 平时一直都是苦苦的三围 怎么也没有想到 哥哥们会用这种方式跟自己告别 我会送给所有即将脱下军方的老鞭 同时送给我最小的弟弟三伟 希望他在未来的道路上 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敢于担当 希望你回到家以后 能够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爸爸 终部所有即将给命的老鞭 一路顺风带走家庭 一招穿军衣一生是兄弟 王宁三兄弟的歌不仅仅唱给他们的小弟 也唱给军营里所有的退伍老兵 我叫请飞 2001年12月入伍 2017年12月退伍 我叫陈宁刚 2001年12月入伍 2017年12月退伍 我叫张宝林 2001年12月入伍 2017年12月退伍 我叫桑江坤 2012年12月入伍 2017年12月退伍 我叫王三伟 2012年入伍 2017年12月退伍 我叫江远 2012年12月入伍 2017年12月退伍 我叫崔庆帽 2012年12月入伍 2017年12月退伍 我叫王自远 2001年12月入伍 2017年12月退伍 我叫刘简 2001年12月入伍 2000年的12月退伍 明天后12月退伍 这个梦圆有行李 我们都一样 歌里是不舍 能是祝福 祝愿所有的兄弟 无论今后身处何方 都带着军人的荣光 横腔走好 我们都一样 万分不舍只因你将离去 我们都希望 梦想传伴着你 他是入伍五年的老兵 由于所在部队转立 他刚接触便携式地空导弹不久 用章第一 向训练尖字看起 在高强度的训练中 他是怎样坚持和弄弊 在狭路相逢勇者上的考核中 他又是怎样 憋住了一股劲 发起挑战 军事计时 下期播出 防空精兵占博海 上级 同时 一届